滚 我等一下喊喊 对 走一走 你就多说吧 我谈一谈 这抄袭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请问您是韩氏不责人吗 我是 这位小姐指控韩氏设计师 抄袭她的作品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抄袭 韩副总 我知道林彦书 她刚从学校毕业 没有什么经验和成绩 一进公司 就担任设计部的经理 还负责全国内衣展 这么大的项目 她确实压力很大 可是压力大 设计不出作品 不等于就可以抄袭啊 顾先生 盛宏集团刚刚和韩氏 签署了合作协议 您还打算追究 这样的抄袭行为吗 抄袭和合作是两码事 既然发生了抄袭事件 我一定会彻查到底 那么韩总 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林彦书 你真的没有抄袭吗 我没有 她当然不会承认了 韩副总 今天当着这么多记者和同仁的面 我希望您 务必给我一个交代 韩副总 这么重要的设计师经理位置 就交一个新人来担当 他有什么特殊背景吗 韩氏的设计师抄袭了别人的作品 还威胁别人 作为负责人 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是吧 说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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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韩氏 一直是坚持原创 绝不姑息业内的不正之风 不管这个人是谁 下面我宣布 我代表韩氏 正式开除抄袭的设计师李彦书 开除 对啊 对啊 李先生 李先生 公司 这回事啊 你快点 回事啊 快点 是啊 老师 快点 我告诉你 老师 肖子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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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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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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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儿 确定人生 非常确定 我亲眼看见他下去的 你下去看看 怎么在我里下班呢 我还没下班呢 可是今天是我女 先生 请问您点点什么 有病就去医院 你跑来这儿干吗呀 是想传染别人 还是被别人传染 我来跟你说重要事情 能不能换个干净一点的 这儿挺好的 有屁就快放 我跟你谈事情 能不能认真意 去吧 是吗 那你就坐下来 慢慢说 我不累 随你 我这次过来 要聘请你一份工作 喝了它 我从不喝酒 你不喝酒 你怎么谈事啊 说说 什么样的工作 牛肺子的设计部工作 你吓死我了你 我可是因为抄袭作品 刚刚被开除了 还是抄袭的是牛肺子的 我会让你帮忙 我把钱给我打到 你把钱给我打到 你手让我来 你帮我来 你帮我来 我把钱给我打到 我去 我去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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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就是看不惯你们两个大男人欺负人家一个女孩子 我们在谈工作 而且酒瓶是他人的 小姐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你 不认识你 不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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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认识你 他还有对儿眼熟 人家都说了 不认识你啊 你快醒醒 给他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每次遇见你就没有好事 是吗 我遇见你才没好事吧 上司的咖啡 你说我向你求婚 你向他求婚了 原来是情侣吵架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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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咋样 这么大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一天二十四小时 我有十五个小时跟你在一块儿呢 你求婚这么大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求婚 叫你 一辈子都不可能 都 你们还没结诞呢 我来结诞 我来结诞 你结诞一首 你还没结诞社 你还没结诞 是不可能 我聊天 肖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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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